有些人癌症治療这个方案是 手术之前先接受过一轮化疗 然后这个化疗把这个肿瘤细胞 缩得比较小一点 那它这个手术的时候 就可以肿瘤控制在一个很局部的范围 那切的范围也会比较小一点 但是你想想看 你如果术前都已经经历过一波化疗了 那你这时候身体体力 常常是属于比较差的状况 那这时候又要去接受一个 很大的手术 对身体的负担呢 大概会比较沉重一点 所以术前这时候调养就更加重要 让你这个全身的免疫系统 能够在这时候拉上来 再去帮助你这个术后的伤口的复原 所以这个中医的调养 在术前是非常重要的